小龙 小龙 你爹 他进监狱了 什么 你别担心 你爹 我会想办法救出来的 你先给五神哥哥 学好功夫 好不好 谢谢大姐姐 说什么呢 不是说好了吗 不要叫姐姐 要叫阿姨 知道了 清眠阿姨 真乖 军部发来集电 命令帝国驻中国各部 马上秘密筹集天皇的奉献金 天皇奉献金 会长得想 难道这是送给天皇的生日礼物吗 没错 天皇陛下将会利用这笔钱 打造亚洲第一战戒 这可是帝国每一个臣民的行愿啊 军部已经悄悄答应了 如果我们上海武藏会 筹集的奉献金最多 这艘战列舰 将以武藏号的名义而命名 诸位 作为帝国的军人 这可是无上的荣誉 会长阁下 打造一艘战列舰需要多少钱 这个是军事机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我们武藏会能筹集到三千到五千万现金 这么多 太不可思议了 武藏会所有下属产营一年的利润 不过两三百万 袖子小姐 你太没有想象力 闪天军 你认为呢 会长阁下 您是帝国的陆军少佐 执行军部命令是应该的 可我们 不是军人啊 军部已经发来密令 上海武藏会的所有职员 秘密转为军职 也就是说 闪天军 袖子小姐 从明天开始 你们将成为帝国的陆军中尉 为之遵命 愿为军部效劳 备职遵命 希望少佐阁下多得关照 你们能有这样的积极性 我很高兴 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 如何能弄到这么一大笔钱 会长阁下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 出动武藏会的全部忍者 打劫银行钱中 上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 势必影响帝国的国际声誉 一旦露出马蟹 那我们都将要切副子小姐 请自尽 回帐阁下 凌峰先生求见 叫她进来 凌峰 臣没想到 他又回到上海了 凌峰见过会长大人 凌峰君 是陈先生派你来的吗 不是陈先生派我来的 是我自己想投靠在 会长大人的门下 那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 被陈先生赶出来了 会长英明 不久前 我去琉璃县的时候 把大小姐给 所以就被赶出来了 郭山峰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 我会派人去调查 如果不像你说的那样 我保证 我肯定不会像陈敬斋 那么好说话 到时候 你一定会死得很糟 凌凤若有半句虚言 任凭会长大人处置 我料你也不敢 好了 就要带你去柳林县 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这个实在不好下手 因为奇昭得罪了军方的人 被人抓起来 现在还听说被判了死刑 看到了吗 那么柳林县第一富豪贺量财 现在怎么样了 贺量财出狱了 昨天来了上海 来上海 来上海 来上海干什么 住在哪里 这个 不太清楚 行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这是什么 没有 我们想要去 你 没办法 看 看 你 我 你 看 在这儿 你 要是 你 想要去 我 是在华人黑帮手里 我们一直插不进去手 赫两财贩卖鸦片十多年 他既然来到上海 肯定和鸦片生意有关 山田君 你果真进步不小啊 没错 一旦我们能够插手上海的黑市鸦片 筹集天皇的奉献金就不成问题 马上下去布置 给我找到赫两财 是 画人上面 Wine and Gide 但少爷 大厂海可真好的 你说这楼一座比一座高 你说他们爬上爬下的不累吗 你个图包子 都有电梯 那他们这房间 一定很贵吧 这一间 不得ний快咤陽啊 就咱们住的这个威尔市旅馆 还算是一般的 悄悄宇召安 你还不得都好 这一天就得两三块打烊 那些外边带电梯的 一天至少五块到十块打烊 那这钱是都军大人出 还是大少爷您出啊 当然是老子出了 这帮人叫我来上海 就是想法把我的血给放干 我的大少爷 那您还来上海干啥呀 冯振元那个老狐狸 收遍了果胜都军负责管鸦片的 掌握了我的全部证据 老子要是不来上海 他们就把我送到断头台去 大少爷 那咱们跑呗 跑 我哪儿跑 这门口绝对有人守着 你信不信 我信你去看看 你要干嘛去 我去打壶热水 等会儿会把你打回来 去 回去待着 大少爷 看来我们真的被监视啊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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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有点疼 嗯 送给这破菜 跟那烧熟的端上来啊 什么反应 福官大人 嗯 嗯 我可能得去下厕所啊 嗯 大少爷 我陪你去吧 坐下 吃你的饭 去 来来来 行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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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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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他 不顾伯官大人 后来在救场跑了 什么 该死 你给我看着他 是 其他人给我追 是 老实点 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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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快 追 啊 哥公子 那会儿怎么进啊 你们老子没动手玩 你 你 贺公子 贺公子 真是巧啊 咱俩又见面了 副官大人 我说贺公子 就你这瞎折腾 我是连锻安生饭都没吃好啊 不敢了 不敢了 副官大人 来得好不如来得巧 你看 这黑猫餐厅是上海 有名的西餐厅 专门是给有钱人潇洒的地方 你看 弟兄们千里迢迢陪我来上海 我也难得有机会伺候大人 不如叫着弟兄们进来 我请大家随便吃随便喝 怎么样 我也算是给副官大人赔罪了 既然贺公子开口 那咱们就进去吧 来来来 副官大人请 好 今天还真是有惊无险啊 你说你要是跑了 我们怎么跟都军大人交代呢 都军大人还不一枪崩了我们 来 喝酒 喝酒 所以我劝你啊 还是识相点 一开始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怎么会 没有 放下来